大家好,我们开始上课 魔方和数学建模 第四讲,魔方转动的数学描述 前面我们已经得到了转动矩阵 魔方转动符号 左手规则和右手规则 这些都和迪卡尔坐标系有关 我们今天的内容 和迪卡尔坐标系有更密切的关系 这是我们的魔方方程 第一个方程描述魔方转动之后 小块的位置变化 第二个方程描述小块颜色取向的变化 HKL表示魔方小块的位置 也叫块位 打片的HKL是转动之后达到的新的位置 AJK描述小块的颜色取向 我们也叫色位 打片的AJK转动之后 新的色位 魔方转动矩阵 X方向 我们上节课操作魔方的时候 我们曾经规定 位于副方向的面 这一层用左手操作 转动方向满足左手规则 位于正X方向的面 用右手操作 转动方向满足右手规则 在这样的前提下 这两种转动可以用相同的转动矩阵来描述 TX表示转动90度 TX平方表示转动180度 TX三次方表示转动270度 Y方向 Y方向 副Y方向 用左手操作 转动方向满足左手规则 右Y方向 就是正方向 用右手规则 转动方向满足右手规则 在这样的前提下 两种转动可以用相同的转动矩阵来描述 TY这描述转动90度的情况 TY的平方描述转动180度的情况 TY三次方描述转动270度的情况 Z方向 副Z用左手操作 转动方向满足左手规则 正Z方向 用右手操作 转动方向满足右手规则 在这样的前提下 这两种转动 用相同的转动矩阵来描述 TZ描述转动90度 TZ平方描述转动180度 TZ三次方描述转动270度 左边的图是我们在第二夹 用死量法导致的 模方小块的方向指数 用三个数来描述 这三个数 只表示小块的空间方位 我们可以把这方向指数 给它分离出来 就相当于 我们的门牌号码一样 固在一个空间 框架上 在我们转动魔方的时候 小块可以自由用动 对吧 它的门牌号码是固定不动的 就像我们来上课 你那个宿舍的门牌号码 是固定在你宿舍的墙上的 一个道理 边块有三个地方可去 每到一处 它有两种取向 也就是它可以摆出两种姿势 角块有八个地方可去 每到一处 它可以摆出三种姿势 蒙牌号码可以描述 魔方小块的位置 如何描述魔方小块的 颜色取向关系 我们看看 小块的编码 和色位的描述 这是魔方的八个角块 我们这魔方有八个角块 每一个角块 它有特定的色位坐标 也就是空间取向 这是刚才我们描述过的 这是它的色位 什么叫色位呢 我把这个魔方 置于一个什么呢 我们上一节说的 一个迪卡尔坐标系 X轴冲着我 X轴冲着我 Y轴冲着面 J轴向上 那这个小块的 它的取向 也就是啊 R这个面冲着 X段 那就是I 单位适量 Y这个面 那就冲着G Z这个面就冲着K 这就所谓的什么呢 A接K 我把这个从这个扣下来 扣下来 然后你看 A接K 描述了它的三个颜色的取向关系 这字母 这字母和这个单位实量 是一一对应的 其他的以此类推 星块编码和色位描述 星块只有一个颜色 我们看到其他没有颜色的 只有一个颜色 我们这一个颜色 我们可以 对吧 用一个数学符号 我正好取的是R 来描述 其他的面呢 你看 这就是里面猜出来的 我用的是这个 黑白的波纹表示 为了后面的数学模型 和那个变于编程 我把一个颜色 给它变成三个颜色 也就让 添加两个虚的色面 这个虚的色面 我用O来表示 怎么添加了 就是R向着 对吧 向着这个 A方向 那么A接K 注意地卡坐标系 接了呢 就是这个虚的 这个虚的 还有其他虚的 我们用不着 我们只 三个就够了 对应的 R O O A接K 边块 有12个 12个边块 它的方位 这是后面 是方位坐标 白坐标 这是色位坐标 我们拿出 其中的一个 红的 白的 从这里扣出来的 这两个颜色 我们需要再添加 一个虚的颜色 那么就是O 那么 A O W 你看 A接K 根据 地卡尔 右手关系 添一个虚的色面 这就可以了 魔方的 8个角块 12个边块 还有6个心块 它的方位 我们知道了 它的颜色取向 怎么描述 我们也清楚了 在前提下 我们就可以 讨论我们的 魔方方程了 现在魔方 处于 浮位状态 我们绕X 走 把这个魔方 右手 转动90度 就这个样了 好 我们一直 抓住了90度之后 实际是 前面这一层 四个角块 1234 和四个边块 ABCD 它们 相当于是 这个界头方向 逆时针方向 只换了90度 我们的任务 是怎么样 从数学上 既要描述 这些小块 转了90度 去哪了 也就是 它到了一个新的房间 新的位置 它的门牌号码 我们要算出来 另外它的颜色取向 颜色取向也变了 新的颜色取向是怎么样 这是转动矩阵 也就是转动90度的矩阵 让X走是这个矩阵 这个放在 色位方程里面 把这个TX 加来用它取代 这是TX的逆矩阵 这个矩阵 放到这个 块位方程里面 逆矩阵 和这个TX 它俩相成 就是一个单位矩阵 下面我们就讨论 怎么来描述 这些小块的用动 实际一看 你们刚才看的魔方 你也就看明白了 就是这四个角块 和四个边块 直换了 逆时正方向 直换了90度 我们先讨论角块 也就是 只要你是90度旋转魔方 或者180度旋转魔方 或者270度旋转魔方 角块它只能 它只能带到角的位置 边块只能带到 这边的位置 那我们就分开讨论 我们先讨论角块 角块1 角块2 角块3 角块4 和这是对应的 我都标着了 1234 到90度之后 那就变成这个样了 1234 这是看出来的 那么中间就刚才那个矩阵 你看这个矩阵乘以111 就得到1-11 矩阵乘法很简单 具体我们算一下 这是没转的时候的状态 转完了之后 转90度 角块1 我们还盯着它 这是那个块位发程 把这矩阵发进来 这是那个它的块位坐标 这个矩阵的第一行 乘以这一列 那么等于1 这是1 第二行乘以这一列 等于-1 第三行乘以这列 等于1 我们看着的 这不角块从这边 跑到这边了吗 它的门牌号码是 1-11 算出来的 和我们观察到的 是一样的 同样的方法 我们可以把角块2 角块3 角块4 坐标都可以算出来 边块 A B C D 四个边块 实际 你们盯着 看着 也是逆时针发下 90度 直换 发生了直换 A 我们盯着A 这样一个边块了 原来它的 在这边 转完了就跑下面来了 怎么算呢 我们看 实际就是 这个 这就是那个转动体症 那么原来在 A 在这边 101 转完之后就跑到 1-10 我们用矩增 刷一下 原来是A 在这边 转完跑 A 原来在101 它的门牌号码 现在跑到一个新的房间 1-10 那么这是刚才的矩增 第一行乘以这列 是1 第二行乘以这列 是-1 第三行乘以这列 是0 和我们观察到的 1-10 结果是一样的 非常简单的计算 用同样的方法 把这个写成一个 矩正的形式 这个B 脚块 边块 C 还有边块 D 都可以算 很简单 前面这一层转动之后 这个颜色的取向 也就是色位的变化 这描述起来了 比那个跨位的变化了 还要难一点 稍微复杂一点 我们这是这个摩方 你看 就是还是描述它 转动了90度 绕着X周 我把这些四个角块 都写在这边 都拆了 为了便于观察 1-2-3-4 然后底下是转动后的 上面是转动前的 我们用色位方程 来算它 图1是转动前的 脚块1 图2转动了90度 让X周 然后我把脚块1 给它放大了 就是图3的情况 图2中的脚块1 怎么转动之后的 放大了 就是图4的情况 我们能看 能观察看到 RYW 注意啊 它的取向 和括号里面 IJK是一一对应的 这是转动之前 转完之后 那么就让 你看 那个 原来是 转完之后 你看这个 它不就跑到 这是腹外发向吗 跑到腹外发向了 我们怎么算呢 我们用那个 色位发程 这是我们的色位发程 然后把这个矩阵 就是转动9车上 带进来 第一行 第一列等于A 第二行 这一列等于K 第三行 这一列等于负阶 计算的结果 和我们观察到的 完全一样 好 我们 再看 脚块2 这个脚块 还是刚才的 图1是原始状态 图2了 转了90种之后 我们把这个 图1中的2 脚块2 拿出来 给它放大了 就是图3 我们把图2中的 脚块2拿出来 就是图4 图4 我们看对比 就是 R B W 那么它的方位 形象是A A 因为绕着X轴 A不变 就是取向 直向A 然后负阶 这B不是 那个Y的负方向吗 K W向着上 转完之后 A不变 注意这字母 R B W 然后负K 也就让 那个B了 就跑到底去了 就是这个 这红的 就跑到底去了 白的那个 就冲着 负外方向 所以是 A负K 负阶 然后用我们的 色位方程来算 这个还是那个矩阵 这是A 注意啊 这一列 就是它 A负阶 K 第一行乘以 这一列是A 第二行乘以 这一列是K 第三行乘以 这一列是 正的阶 计算的结果 和我们观察到的结果 不对 使我们的 模法方程 有问题吗 谁来回答这个问题 现在计算 理论和实业 不符 我们看一下 有个问题 出在哪 刚才我们看了 这是迪卡尔的坐标系 持续 迪卡尔又是哲学家 又是数学家 也就是提醒大家 从哲学的角度 看待迪卡尔坐标系 他的迪卡尔坐标是 右手关系 强调的很明确 A间K 如果大拇指指向 那个J的方向 或者K的方向 那么四指弯曲 你看 从X到Y 也就是从Y到J 这样的坐标系 才是迪卡尔定义的 坐标系 我们现在这里 你看 你这个不符合 你看有个负号 写了不符合 那个迪卡尔坐标系的定义 不符合 也就是这条块 我们还是有办法 我们去自然 大家咱去看看 这些火山 火山的口是向上的 这旁边是一个平静的水面 就是一个镜面 在镜子里看到 火山是头朝下的 没问题吧 这边老虎早晨出来散步 它是站着是正立的 在镜子里是倒立的 什么含义呢 刚才不就出现个负号 使得我们的魔方的设备方程 不成立 也就是不是我们的设备方程有问题 使我们没有把握住迪卡尔坐标系的实质 我们解决这个问题了 很简单 怎么解决呢 我们给它照一下镜子就完了 你不就有个负号吗 刚才我们看到的 那火山向上呢 照一下镜子 它就向下了 现在我们那个设备 冲着负阶方向 给它照一下镜子 就跑到正的正外方向了 很简单吧 照完了之后 带进来 那么就是A接K 第一行乘以这列是A 第二行乘以这列是K 第三行乘以这列是负阶 算出来的结果 这是我们的观察结果 还是对不上 还是对不上 大家早上起床之后 要梳妆打扮 要镜子里照着你们自己 有没有发现镜子里看到的是你自己吧 没有什么变化 对吧 这多少年 说我们照了十来年了 我们看到镜子里 就是我没变化 没什么可惊奇的 我们看一看 这书看到能认得这字吧 如果我让这书照一下镜子 然后从镜子里看 有没有变化 那变化还大的了 那我们怎么从镜子里看到我们自己没什么变化 还能认得自己 那你要 你拿张报纸先给镜子看 然后你再从镜子里读 那难度就大了 那这是怎么回事呢 你在镜子里能认得你自己 那是因为有一个什么了 你是对称的 我们这里那个他不对称 怎么办呢 刚才说了 你看 你看 你再给他照一下镜子 也就是刚才给那个反着的 你再从镜里照一下 是不是就变成这个了 我们这也一样 我们平白无故 把人家一个富豪给抹杀了 哪能 讲科学 科学数学模型是要讲理的 那你不讲理 怎么办呢 我们有办法 我们来一个镜像环渝 我不是计算之前 我给中阶这个 阶这一位 不是照了一下镜子吗 计算完之后 我再给他照一下镜子 原来是正的开 照一下镜子 它就变成负的开 那么最后结果是 A负开负阶 和我们观察到的 A负开负阶 计算结果 和观察的 观察的就是实验之 实验观察一模一样 我们的设备方程了 是正确的 因为我们把握住了 迪卡尔做描细的实质 还可以举出更多的类的 你看角块3 它这个设备里面 有两个富豪 没关系 我们两个富豪都给他照镜子 就变成正的了 然后放进了 算完之后 再来 原来给谁照镜子 注意 对应的这个第二位 这是第三位 然后再给他照一下镜子 镜子 镜子还原 你看找到的 A负开负 和观察的 A负开负 完全一样 这是脚块的色位 边块 同样 还是那种 就更简单一点 我们可以算出来 直接说边块 算完人看色位 他们有负号 我们直接算就行了 不用照镜子 不用进行镜下处理 转动完之后 就是一层 最后我们算出来的结果 这是转动前的 转动后的 我们发现 你看 原来 如果我们不理会负号 原来都是A接 K排列 对吧 负号我们有办法对付 给他照镜就完了 也就是这都符合 迪卡尔坐标系的 右手关系 这转完了之后了 AK接就不符合了 下面我们还要进行 第二次计算 你看这又碰到问题了 怎么办呢 我们有办法 这就是所谓的 色位坐标的 右手化处理 右手化之前 这就刚才那个结果 你看这个K在中间了 我们给他右手化 之后 怎么右手化呢 把这三个字母 给他交换 A不用 A就排在前面 然后YW给他交换 同样的 负接K 他俩也交换 你看 这就排成了什么呢 A接K 如果不理会负号 负号我们给他 进行镜像处理就完了 右手化处理 好 我们再进行计算一次 右边 右手这一层 也就在这一面 你看 就是脚块4 脚块3 脚块5 脚块6 旋转了90度 就变成这个样了 这是转动方向 大介头 值得了 现在我们要用 模仿方程 用我们的模仿方程 把 把这些结果呢 就是1 这小块又 到了哪个房间去了 第二呢 要算出它的颜色取向 什么姿势 绕外周 转动90度 这是它的矩阵 转动矩阵 这样 这个转动的逆矩阵 就是 就是它 这个TY 带入 摄位方程 TY的逆矩阵 带入 块位方程 这是4E 转动了这一层 但是我们是在前面那个基础上 旋转的 我们要计算这一层 它的小块的用动 新的位置 还有新的色位取向 还是老办法 我们 分别考虑 先考虑角块 叫Y轴转动 和直换循环 就4个角块 参与 Y轴 第二次转动的是 角块4 角块3 角块5 角块6 我标这边了 这转动前 转动后 这样的 那么这样一个转动 激动实际就是 我们看实际 就是字换了 这个矩阵称以 你看 如果称以 就是角块4吧 称以111 那就得到这个 你看绿的 它称以它 就等于它 然后这个矩阵称以 11-1 就等于 -11-1 然后它称以它 就是这么个字换 我们算一下 我们算哪个了 我们算角块4 好 转动之前 角块4 它处于的位置 是111 在这边 转动之后 就到哪了 到 这个位置了 那就这个位置 11-1 这是我们看到的 这观察 现在算 那么怎么算呢 你看 这是跨位方程 把这个矩阵带进来 就是这个矩阵 然后111 第一行 乘以这一列 等于1 第二行 乘以这一列 等于1 第三行 乘以这一列 等于-1 计算的结果 和我们看 观察到的结果一样 11-1 11-1 很简单 我们再看一个 角块3 转动之前 角块3 它这个位置 那么是 11-1 你看 11-1 带进来 那么 撑完 这矩阵 乘以这个 实量 得到结果 是-11-1 和我们观察到的 角块3 跑这边来了 是-11-1 结果是一样的 同样 我们可以把 那个角块5 角块5 有同样的方法 刷出来 边块 四个边块 那么参加第二次 转动的四个边块 是 E C G F 对啊 那么转动之后 相当于 边块E 边块C 边块G 边块F 它们逆施针方向 发生了 置换 进行了置换 这是 刚才转动 那个矩阵 绕歪洲 转动 90度的矩阵 我们看 这个矩阵 乘以011 那么就等于110 这个矩阵 乘以110 就等于 01-1 这矩阵 乘以 就是01-1 就等于 110 你一直 就转圈回来了 我们看 我们看 边块C 这个边块 边块C 这是边块C在哪呢 转动之前 它在110 你看110 这是转动矩阵 然后第一行乘以这一列 等于0 第二行乘以这列 等于1 第三行乘以这列 等于-1 和我们观察到的 这个 这不C 然后跑这边 就跑底下来了 底下就这个 你看 这个位置是 它的门牌碼是 0-1 和我们算出结果 是一样的 同样 F 用动之前 F在 负110 负110 转动之后 F跑到 011 这样一个 矩阵 相称 第一行 这一列 是0 这一行 这一列 等于1 第三行 这一列 等于1 011 和我们观察到的 011 是一样的 右层 转动后 脚块的 色面取向 这是 转动前的 也就让 魔方绕 X轴 转动了 90度的状态 我们在这样的 基础上 右绕 Y轴 转动了 90度 图1 和图2 的差别 就让 又转动90度 那么我们把 参加 这后一次 第二次 转动的边块 是 边块4 边块3 边块6 边块5 写出来 这是边块4 边块3 边块5 边块6 转动前的 它的颜色的取向 这是转动后的 我们先 脚块4 算它的颜色取向 图1 你的脚块4 我们拿出来放大 放大之后 就是图3 然后到了 新的位置 就是图2 里面的 脚块4 然后放大 那么就是图4 图3的 图3的 这个颜色取向 R S Y 这是我们表示颜色的 数学符号 数学符号 那么 这个 R 是A 这个 S 是J 然后Y 是K 那么 A接K 转动之后 脚块是跑到这边来了 跑到这边了 我们从这里 这个图2里面 把脚块是抠出来 那么就是 因为它是绕Y轴转动 A是这个面 还是指向J 它不动 然后这个 R 就指向J的负方向 Y 指向A 是负K 接A 然后我们用色位方程 把矩阵带进来 这是A接K 转动之鞋 A接K 然后算的结果 就等于 负K 接A 和我们观察到的 负K 接A 是一样的 脚块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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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绕Y轴转动之前 在这个位置 我们把脚块5 扣出来 发大了 这个样子 那么就是 这三个字母 G Y W 分别取向是 负Y 接 还有K 绕Y转动之后 脚块5 它的取向 W就取向了 指向是A 就在后面 G 它取向了 正的Z 那么就是K 它对应了 E对应 Y 指向了J 接方向 同样 转动之前 这个 第一位 实量 它有一个负号 我们给它 镜像 就负号就没有了 然后带进了 上完的结果 等于 负K 接A 在 第一行 这个实量 第一行 给它镜像还原 就变成 负K 就变成正K 负了 这个K 接A 和我们观察到的 K 接A 是一样的 边块的 设备取向 边块C 绕完之后 转动之后 转动之前 在图1 那个C 我们把它 抠出来 就是图3 放大了 RSO RSO 这面 是向着 A 接K 然后转动之后 边块C 边块C 我们把它 抠出来 那么 就是图4 它的取向 是RSO 和前面 三个字母 对应的 负K 接A 然后把 矩阵带进来 这个没有负号 直接就刷出结果 是负K 接A 或者是对应的 脚块E E 那个边块E 这是转动之前 这样 这里I接K 转动之后 就负K 接A 没有负号 我们直接就算出结果 是负K 接A 和我们观察的结果 是一样的 我们的模仿方程 一个是 跨位方程 一个是 色位方程 在使用这两个方程的时候 涉及到两个技巧 一个技巧呢 就是镜像处理 镜像处理 包括两步 第一步 对含有负号的 色位坐标 先做镜像 就是照镜像 把负号 编成正号 第二步 使用完这个色位方程之后 再给相应的 那样一个 实量的分量 那个位置上 再照一次镜像 再做一次镜像 就是镜像花园 所以我们这里的镜像处理了 包括就是两步 如果照一次镜像 相当于我们身影的抹杀了负号 那样就不对了 就照两次 右手画处理 右手画处理了 是 因为算完之后 叫我们这个 迪卡尔周标系 必须是A接K 的顺序 不是这样的顺序 要把它顺序 跌倒过来 跌倒的同时 要把那个小块 名称中的那三个字母 相应的位置 也要进行跌倒 进行换位 这就是右手画处理 我们下一讲 是数学模型和程序设计 谢谢大家